新闻 哇哇哇 我覺得真的是做人很難 這個朱立倫 詞也不是 選也不是 選了也不是 然後呢 詞了又不是 OK 這個就是中文的奧妙 對不對 不好意思 翻錯了 好 問一下朱立倫選黨主席不選總統 這個這兩天在政壇發酵 這個事情又有很多人算計說 他當然也知道不可以選總統 2016就不可以選民 這都要算計 而且要退內閣制 那人要做一點事情要被講成這樣嗎 這件事沒有辦法 因為的確他的計畫本來不是這樣的 那現在因為1.129敗成這樣 所以他只有這個選擇 所以如果1.129他大贏26萬票的話 就不是這個選民 如果1.129他大贏20幾萬票 而且國民黨也沒有說成那樣的話 那甚至有可能會選總統 當然黨主席的部分如果是那樣的話 那可能就是吳敦毅 馬英九就會跟吳敦毅結盟 要吳敦毅去硬要接 所以他這也算審時度勢 發現說勢已經變成這樣子 要有些調整不是很好嗎 政治人物每一個動作都是經過計算的 每一個人的每一個動作 每一句話都是 他到了國民黨要領表的 禮拜五早上之前他不對外落口風 為什麼 因為他有對手 吳敦毅有可能被馬英九說服再去 當馬英九的所謂的代言人 胡志強那邊連戰支持要他出來選 王金平因為他是國會的議長 他本來就不適合 所以就不是由王金平 王金平是假議題 郝龍斌跟洪秀都是兩個 沒有搞清楚狀況 然後想說如果沒人要打我來打 但是他一出來 他是主要是在吳敦毅 吳敦毅為什麼 吳敦毅做了讓馬英九很驚訝的兩件事情 就是吳敦毅他居然 在馬英九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上禮拜一他突然傳了這個簡訊 給所有的農夫記者說 我要辭掉黨主席 上上禮拜一 那這個要有副主席 他這個動作沒有讓馬英九知道 因為馬英九算盤就是 我在1129沒有辭 可是1130我說我辭黨主席之後 就是你帶我下去黨裝 你要繼續控制啊 接下來立委提名什麼的 你要替我去做這些事情 你怎麼自己說你辭掉副主席 你在幹什麼 第一個驚訝 第二個驚訝就是 他第二天被講說 因為他有這些計謀 他要選總統 他要選主席 他馬上再講說 我絕對不選主席 可是朱立倫還是不放心 他是等到吳敦毅到了 禮拜三的時候 記者再問他第三次 他講了三個 不會 不會 不會選黨主席之後 他才決定要出來選黨主席 而且他要選黨主席 他一定會被問到 你要不要離開新北市 要不要選總統 那他當然要有答案 答案就是 不會離開新北市 也不會選總統 因為他離開新北市 他也選不上總統 而且他會沒有 新北市市長那個制高點 那胡志強也禮讓他 沒有 胡志強 因為這個誰離開 你出來跟他選也選不贏 所以連家也在審視度是 我簡單講一個結論就是說 如果2016國民黨 拜選總統 而這個可能性高達9成以上 那到時候 全台灣國民黨最高的行政首長 就是新北市市長朱立倫 那就是2005年的馬英九 在台北市當台北市長 而接任國民黨當主席 他到時候就是實至名歸的共主 現在是還沒 你知道以前有時候 電視節目給他 機制搶打嗎 馬上打 朱立倫有聲嗎 題目還沒有念完 就直接拍了 你想想看 11月29日算帥 對不對 他本來是要選總統的 本來是打算要贏幾十萬票 但是馬上 當時選佩的 禮拜五 禮拜五是當時 12月的12號 12號喔 你看12號他就說 不選總統 選黨主席不選總統 推內閣制 然後這個年輕人18歲的投票降低 你看他要做多少事情 兩禮拜以內 這幾天他推都一想多少事情 其實朱立倫本來就沒有打算要選總統 就即使他在新北市贏 他也沒有打算要選總統 因為朱立倫其實很早 但是沒有要推內閣制 對對對 這個其實他很早以前 就看壞2016國民黨的選情 所以他也覺得說 就算我先把錢 我的譬如說照預計贏20萬票 2016選總統可能贏的機會不大 再加上你必須再就職 但是到了半年就要表態 這個不好 那選黨主席是他事先的規劃 但是因為1.129的大敗 所以讓他提前 他原地的案子算是說 我們馬英九這輪做給他 他這裡來做董主席 然後選馬英九模式 選總統 這裡來拚總統 那因為這一局讓他提早 必須被迫去接黨主席 但是提內閣制 直接18歲公平權修憲 這個當然就是算計 政治人物都會算計 因為我們去觀察過去 朱立倫從來沒有講過 支持18歲有投票權 從來沒有提過說要那個字 從來沒有講過說 國會這個選字應該要改變 這突然在 那不是他的理想 突然在1.129到12月12號 這短短這幾天突然豁然開朗 但是我現在還是朝比較正面的 去肯定他 我覺得還是要正面 因為他有聽到這是 因為輸了嘛 就是你是輸了 然後再來說說你要 民意是這樣 你還不會回應 你是要出來幹嘛 所以我還是朝正面去鼓勵他 去看希望他能做 那我覺得這一次朱立倫 最可惜最可惜的地方 我覺得太晚表態 當然這是跟國民黨裡面 那種宮廷文化 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朱立倫身在其中 某種程度 他也必須福音在這個遊戲規則之下 大家想看看 馬英九12月3號辭當主席 朱立倫如果是12月3號 馬英九辭當主席 12月4號或5號 馬上就表態說我來承擔 那個feel會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那個feel感覺上 有一點點就是說 先有30幾個立委連署 連署完之後 有一點感覺上 有點姿勢比較難看 我是認為有點姿勢比較難看 就可惜了 那還好就是說他後面的那個 在臉書發表的那個所謂 參選聲明 有提了我們剛剛提了那幾點 有稍微把這個劣勢把它挽回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朱立倫的挑戰剛開始 你想看看他說 內閣制 王金平是比較保留的意見 別忘了修憲是在立法院 第一關在立法院 王金平比較保留 民進黨也不是百分之百贊成內閣制 那再來他講說這個什麼 將來要不要以黨領政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因為現在同為競選嘛 那國民黨下任黨主席就是朱立倫了 我覺得朱立倫這次接 我覺得他早就打算好了啦 不過你幹嘛叫了政治去連署 我跟你講我特別說你這樣算 30幾個立法院是假的 30四個立法院 你怎麼還要管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他還是比較宮廷的 就一定要大家的勸勁對不對 他就不然想要算 因為其實他要算 其他人也不會贏他的啦 比如說胡志強 他只是敲鑼打鼓 我會算 我會算 其實如果你真的選下去 黨員會投給胡志強嗎 你剛剛輸了台中市耶 然後那個什麼 從秀書更不用講了 其實如果你真的訴諸黨員投票 就是武敦義了 不是… 朱立倫 就是朱立倫 你不要嚇我 武敦義 沒辦法你這麼喜歡武敦義黨 武敦義 對…所以武敦義也很開心啊 因為他連眼鏡都在笑啊 你有沒有覺得 連眼鏡都在笑 待會兒就會打電話來澄清了 他的眼鏡笑了 不是只有眼鏡 是連眼鏡就你笑了 眼鏡都在笑了 有四個眼鏡在笑 對啊 他很開心啊 因為他2012突然有得選了 突然有得選了 對 不然如果是這樣的話 朱立倫會跟他拚喔 而且朱立倫的民調可能 比他高很多耶 高30到40%耶 他突然算命…覺得算了 還是滿準的啦 有總統命 從沒有機會到現在變成有機會了 可以參加那個選舉啦 有門票啦 所以搞不好他想一想 搞不好兩年之內發生什麼事情 我又當選總統啦 突然信心大聲說眼鏡都開心 你跟我補充一句啊 不過我覺得朱立倫是這樣啦 因為朱立倫比起馬英九來講 我覺得他這個人喔 也許用人的度量 我覺得他比馬英九好 譬如說他會用陳森賢啊 用侯友宜這些 但是他膽子真的比馬英九小很多喔 當年馬英九說 我要選黨主席 然後把連戰那些人通通去掉 說實在我們支持馬英九啊 因為那些人都是 國民黨的舊勢力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馬英九 已經變成國民黨的舊勢力了 可是你朱立倫起來 還是這樣子有點… 閃眩衝衝 當然他的民意… 扭扭捏捏 對 他的民意沒有像當時的馬英九這麼高 我插個話啦 你說他用陳森賢 用那個… 扭友宜 是有度量 其實這個我也同意 可是我覺得 他的度量我怪怪的懷疑 你看游錫坤要選新北市長 他怎麼對待他 場地故意給你拖 拖到最後再不轉 對 讓你沒有時間去申請 我說用人嘛 我沒有說選舉有度量 我覺得這個人度量 我覺得我很懷疑 沒有 我覺得這是敗筆 也是造成游錫坤後來聲勢很高了 對 因為你不公平的人 你記錄一個作者 就像柯文哲嘛 就如果你用公平 或是不要用那種黨政什麼 軍特 這樣下去的話 搞不好柯文哲沒有那麼省啊 柯文哲真的是越大越大 越大越大 對 他們是國民都來做 柯文哲是正當 你用不正當的說法 柯維倫不想贏太多啦 所以他故意的 他不想贏太多 人家現在是星座專家 不是啦 問一下老師 他現在朱立倫要說 我對不跳議題啦 他就講說 我們要檢視他的政見可行性嘛 對不對 你說要推內閣制啊 內閣制他一個人推就可以了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要修憲 其實要全民公投 要過基本上是很困難的 所以要有全民的意志 不過他其實就像 黃毅大哥講的 基本上來講 他其實以前都沒有說他要修憲 這是突然丟一個修憲議題 就是如同他講的是 其實他必須要有一個改革作風嘛 總是要跟人家講說 我要改革什麼東西嘛 那有沒有修過 其實對他都是有利啊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就是要做泛男公主嘛 那沒修過 我還是泛男公主 我還是可以做國民黨黨主席 修過了 內閣制更好 我還用黨機器可以去指揮 所以對他而言是 他覺得說這個算盤是打得很好 而他本來講2016這件事情 我覺得本來就 憨憨嘛 為什麼 因為每次遇到紅毅大哥 紅毅大哥都叫我們問說 朱立倫會不會選2016 為什麼 因為朱立倫每次都在講說 他不會選2016 可是大家每次在講說 你是說真的說假 人家就不相信 我雙子座的講的一定是真的 大家覺得你真的確定是這樣子嗎 你確定你是雙子座嗎 他是雙子座啊 可是大家在講說 雙子座好像不是這樣子 雙子座不是最善變吧 對啊 就是因為大家了解他是雙子座 所以才覺得 你應該改來改去 不過我覺得這次應該是很底定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第一個 國民黨已經輸到沒有局 現在這是一個最終一個解決方法 以前那時候是有很多局的時候 選擇很多大家才會亂猜 現在大家覺得 你是沒有選擇 就用這一招 所以我覺得 這次應該不用再猜了啦